原味巴斯克一直没做教程 也就是因为一直没想好应该怎么去和你们讲解 像做巴斯克蛋糕 它材料就那么几种 但是配方其实挺多的 有的是多加了一个蛋黄 有的是用全蛋 还有无淀粉版本的对吧 很多配方上可能悬殊不算大 但是在口感上来说 我觉得也就是细微的差距 而且像有些朋友喜欢吃流星巴斯克 这个也是跟你的配方啊 烘烤啊有关系的 今天分享的这个做法呢 成品是软心巴斯克 很多顾客反馈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的 所以就用它来进行教程制作 如果你想要流星的效果 可以把淀粉部分去掉 然后缩短烘烤时间 那么就是能达到流星的 4寸5寸6寸的配方都会同时给到你 8寸的话家庭制作 我感觉真的是吃不完 如果你需要的话呢 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我把配方告诉你 我这里口播出来的配方是5寸的 配方表放在视频最后 大家截图保存即可 室温软化成牙膏状的 懒油懒酪210克 西炸糖48克 玉米淀粉6克 先大致拌匀 在这一步加入玉米淀粉 也是为了让它更快速的拌匀 如果是在最后加玉米淀粉 会容易造人结块 香草膏2克 用来增香提味 全蛋45克 蛋黄16克 注意啊 鸡蛋使用常温的 我这里操作的配方是6寸的巴斯克 会用到三个鸡蛋 然后我是去掉了一个鸡蛋的蛋清 只保留了蛋黄 主要是为了质地口感 家庭制作来说 如果你不想浪费那个蛋清 你就把它全部加进去 问题也不大 口感上来说 差距是很细微的 没有那么夸张 像自己在家做巴斯克的话 你就怎么方便怎么来 这个蛋糕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不容易失败 淡奶油也是需要使用常温的 用量是105克 家庭制作的话 其实你不用特意去买巴斯克专用油纸 就加你的烘焙油纸 裁一张比模具大一圈的 然后用底托往下一压 再把边缘的褶皱压平整即可 非常快的 如果说有课重要求的教程 我会在视频里跟你讲解的 所以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加 肯定是能做成功的 像我今天给你的配方也是为了不浪费材料 4岁的我是直接用了一个全蛋 加蛋黄和用全蛋的对比 我放在视频最后 我们可以到时候看一下 烤箱已经提前预热 今天用的是长蒂大白金 上火220度 下火200度 烘烤26分钟 这里还做了一个烘烤对比 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的 像这个6吋呢 是上火220度下火200度烘烤出来的 你看它表层就会出现焦皮 而且呢烘烤之后它会比较容易鼓包 5寸呢是上下火200度烘烤出来的 时间用的是25分钟 表皮呢就是金黄色 也没有鼓包现象 等一下会切开给你看对比啊 都是完全等它们冷却之后 再放入冰箱 隔夜之后我们再切 6寸的这个烘烤时间 切开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软心效果 去掉淀粉和缩短一点烘烤时间 就能达到流心效果了 5寸的话烘烤温度虽然降低了一点 但是烘烤时间也是比较久的 最后的成品也只能说是勉强算一个软心的效果了 这个也是烘烤对流心造成的影响 像4寸用的是全蛋 5寸和6寸都是添加了单独的一个蛋黄 整体来说口感真的很细微的 在材料品牌都一样的情况下 甜度没有差别 顺滑度都不错 奶香味也都很足 如果非要说口感的差距 蛋黄多一些的配方 它浓厚程度会多一点点 然后就是有一个小细节 切的时候 4寸的切口处带出来的组织比较少 多一个蛋黄的切口处带出来的组织会比较多 好了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了 我是千千 下期再见